位於佛光街的紅磡消防局對出的行人路經常都濕縫縫 我們去現場看過發現積水來自消防局 那為何消防局外場會不斷滲水呢? 原來緊貼外場的就是一個錦鯉池 那個池養了十幾條錦鯉 每條大約一呎長 顏色鮮艷上當活潑生猛 遠看這個L型錦鯉池大約長兩米高一米 雨池隔壁有喉管、濾水器和水泵整套過濾系統 不停為雨池循環換水 有街坊指曾經見過有消防員出來抹積水 質疑為何那麼久都不維修 如果牠養但牠有任何問題 就像現在流水的話 我覺得牠不受有責任調整可能 可能有其他人或者老人家走身 可能自身都有 第一我們不知道牠是肥魚 第二就是任何一條街都好 有積水都不太好 哪一個部門就好 我們問過局裏的消防員 他們說已經向有關部門申請進行維修工程 至於何時開始漏水和為何消防局會養感你 對方就沒有回應 資深工程師黃澤恩指 消防局屬於政府建築物 興建如詞不需要向屋宇署申請 應由建築署負責監管設計問題 並且需要符合專業守則 多位立法會議員質疑 為何要在消防局內養感你 其中陳偉業說 前特首曾蔭權喜歡養感你 個個都跟著學 他要求消防署詳細交代 范國威也批評 養感你和消防署提供的服務沒有關聯 而消防署就回應指 紅磡消防局的漁池設在操場的一角 歷史悠久 強調設立漁池不會妨礙消防局的日常運作 亦不會影響市民的緊急救援服務 至於漁池的日常運作費用 就由局內人員自行集資支付 沒有涉及任何公帑 又只會跟進流水情況 O&TV 都網上電視新聞台報導